前几年,网上盛传美国的亚洲鲤鱼泛滥了,并伴随着相关视讯的广泛传播,简直牵动住中国无数吃货和钓鱼人的心。 那激动的心情,简直比美国人还要助击。 可恨的是泛滥的亚洲鲤鱼都逼近五大湖区,美国仍然不给中国吃货和钓鱼人免签包机票,前去消灭日益泛滥的亚洲鲤鱼。 泛滥了亚洲鲤鱼,让美国政府和专家们束手无策,花费了巨额的费用,使用了无数的办法仍是徒劳。 就在美国政府和专家们崩溃时,美国的钓鱼人们行动起来了,结果,嚣张的亚洲鲤鱼悲剧了。 曾经嚣张的日子依序不复还了,越来越多的美国钓鱼人加入了钓亚洲鲤鱼的大军中去,享受住具型亚洲鲤鱼独特的手感。 那种让人著迷的感觉,是无数钓鱼人沉迷其中。 在老外的眼里,也许鲤鱼真的不好吃,可是密度大钓住过瘾,这也许就是钓鱼人痴迷的理由。 在很多开放的钓场,竟也能看到密集的海滩镇,以前这只有国内才能出现的场面,如今在很多老外钓鱼人中也是非常的流行。 真的真的太羡慕鲤鱼泛滥的美国了,这真的是钓鱼人的天堂啊。 经过几年的繁衍和生长,十几二十斤的大鲤鱼密度之大超过想象, 大鲤鱼中钩后凶性大发的左吐右虫,疯狂的谢力声足以点燃每个钓鱼人的激情。 这样的大鱼中钩后的美妙手感,就是无数钓鱼人中毒的原因所在。 由于美国很多地方有相关的规定,钓货的亚洲鲤鱼不允许放生。 最初头疼无比的美国钓鱼人,慢慢开始喜欢上了亚洲鲤鱼,准确地说是喜欢上了吃亚洲鲤鱼,老外也竟然学会了亚洲鲤鱼的吃法。 虽然眼下还仅局限于考制,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的。 从不吃到喜欢真的是非常巨大的转折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更多新式吃法的出现,仅是时间问题,美国钓鱼人疯狂抱护的样子。 是无数钓鱼人的梦啊,在美国抱护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。 然而,在中国就算是电工和网工良心丧尽,也捕获不到这么多的鱼啊。 很多人还抱怨,打下重锅也没钓过几条鱼。 其实吧,能不空军就算是不错了,也不看看水域中能有多少鱼。 有时候,我都觉得钓鱼的人比水里的鱼还要多,国内人均资源严重不足。 执法力度薄弱,以及生态保护意识大薄,造成了自然水域资源日益枯竭。 真的很担心再过几年,生活的周围无鱼可钓。 购置的大量鱼具,只能成为钓鱼人的回忆,那将是钓鱼人最大的悲哀吧。 美国和里处处都是巨物啊,怎么能不让中国钓鱼人羡慕极度恨呢? 就中国钓鱼人修炼的钓剂,绝对会让这些亚洲鲤鱼怀疑鱼生的。 各种钓法各种饵料小要齐上阵,分分钟解决美国亚洲鲤鱼的泛滥问题。 多少中国钓鱼人,钓了这么多年,都未必钓货到这样多的大鲤鱼。 手中的装备越来越好,鱼饵越来越好,只是钓货的鱼却越来越少,不是吹牛。 若是中国自然水域中也有这么多的巨物,钓鱼人的断杆率绝对增加七成。 装备更新,绝对会刺激中国鱼具行业,登上一个新台阶。 钓鱼人都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。 到那时候说,自己是钓鱼人都备有面子。 经过几年的摸索,美国人慢慢掌握了亚洲鲤鱼的捕捞方法,使得五大湖区亚洲鲤鱼的捕捞量暴增。 美国人又开始为怎么处理这些泛滥的亚洲鲤鱼范畴。 就在这时,一位女华人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, 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这些美国人头疼无比的亚洲鲤鱼。 据说,这位发现,商机的华人还成功地打通了销往中国的通道, 将收购来的亚洲鲤鱼加工处理后贩卖到中国。 结果怎样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